男人拼死获得了一次百分百夺赦的机会 可没想到迎接男人的敬会是天崩开局 要么夺赦成为富白貌美大长腿的女装大佬 要么夺赦已经99%入土的缺德老头 这将男人差点气到原地再死一次 你妈大意了 光顾着看妹子忘记添加关键字了 男人比较新叶是新时代五奖四美的优秀大学生 因为再一次拯救落水小女孩的过程中完美地为非白无常充了业绩 当新叶再次醒来就看见一个粉发急腰的美少女在和自己打招呼 恭喜你12138号红获 因为你生前功德只已达到抽奖要求 有机会获得各种一天的投胎典命 听完妹子的介绍新叶只觉得是自己今早期梦了 并向妹子提出夺命三连问 你是谁 我在哪 你想做什么 这里是坐落在大千世界中的往生塔 是灵魂的起点和终点 我是根据你的喜好自动生成外形的转身负责人 听完妹子的话新叶呵呵一想 你们这个整人节目还挺逼真的 节目叫什么名字我回去一定点赞观众 妹子也是见过大十面的人 对于这种不信邪的鬼他也不想废话 直接甩出他48米的大长腿 踢向新叶的腰子 见状新叶急忙手忙脚乱的捂住腰子 可是捂了半天才发现捂了个寂寞 自己现在真的是妹子口中的灵魂状态 这时的新叶才后知后觉的想起来 自己散步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落水的小女孩 然后自己下意识地跳下去救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新叶势然地看向粉发妹子 询问那个小女孩最后得救了吗 粉发妹子将新叶的功德保摆在她面前 上面清楚记录了新叶一生功德值的情况 帮助生病的室友打犯功德加一 偷吃生病室友的犯功德减一 觉得转生负责人漂亮 产生不可描述的小FG得减二 拯救落水的小女孩功德加一万 根据功德查阅记录小女孩应该是得救了 新叶已经接受了现实 妹子连伤感的机会都没有留 立刻为新叶介绍起了功德抽奖功能 这就是我们的转生抽奖 8888功德值抽一次 有机会获得自由转生礼包 甚至有机会可以原地父母 听完妹子的介绍新叶立刻开始祈祷 愿意用18厘米的长度换取一个好的抽奖功 随着一股强大的淡蓝色能量引出 新叶就知道这波稳了 果然0.01秒后 一份修真世界百分百夺赦成功的大礼包 便出现在了新叶面前 新叶先生获得傻瓜式操作大礼包 本礼包只需要大喊夺舌 然后冲进对方体内即可 并且本礼包还会百分百保留你的记忆 此时新叶更加关心的是 如果自己夺赦成功 是不是代表原主就被干掉了 妹子表示没错 所以这个功能只能对功德点为附属的人士 功德点为附属 那不就是不干好事的缺德玩意吗 既然这样那要玩就玩一把大的 妹子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 转生世界功德点最差的人 妹子表示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要想清楚 修真世界功德点为附属的 都是杀人如麻的大魔头 对此新叶表示正合我意 大魔头不但有极强的自保 而且夺赦大魔头也算是为名除害 那好 夺赦系统需要你亲自操作 我只能将你传送到目标十米以内 祝你旅途愉快 色情狂先生 妹子连反驳的机会都没有留给新叶 就将他传送了出去 可是新叶刚被传送到修真世界 裤子就已经被吓得湿了两条半 新叶刚睁开眼睛 就看见一个腿长一米八的妹子 举着大宝剑静置冲了过来 这下的新叶急忙呼喊亚麻袋 女侠饶命啊 可是0.01秒后 妹子不但被一股红色的能量震上手臂 甚至被这股能量反弹出了8.88 新叶通过两人的谈话才知道 原来刚才妹子哪一件要攻击的并非自己 而是此处的困阵 但是明显两名妹子实力不尽 非但没有攻破困阵还被阵法所伤 但此时新叶意识到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 本发妹子说的是传送到目标身边 但是现在怎么只有两个妹子 卧槽 应该先确认性别的 难道要修真世界女装大佬剧本开局 但是冷静后的新叶定睛一看 这两个妹子的功德点都是正数 应该并非自己夺赦的对象 这时新叶身后一身猥琐的笑声 打断了两位妹子的交谈 杰杰杰 没错 这个阵法凭你们现在的实力无法破终 而新叶也顺着声音的方向 穿过杰杰找到了声音的主 原来这里面还有一个 正在通过监控偷窥两个妹子的老头 这个老头虽然是魔羞 但是平生最大的爱好 就是细耍年轻的正派弟子 此时老头听着监控里 正在请求老头解开阵法妹子的话语 不由感叹不愧是所谓的正派弟子 果然能说会的 可新叶看清老头的功德点后 差点将眼珠子都吓掉 卧槽 这家伙功德点赴了十几个小目标 这得干了多少缺德事 感情这家伙才是我要找的大魔头 正好夺舍了这家伙 还可以拯救外面那两个姑娘 可是看清老头的面容后 星夜之呼下不了手 这侧们也太老太丑了 一看就知道没几天可活了 这侧们是活脱脱的修真世界 入土流开局吗 而此时老头决定继续细耍妹子的下一步 0.01秒后 结界内就开始扩散出了绿色的毒气 这毒气是老头精心炼制的狮子 一旦沾染上就会皮肤溃散 五脏溶解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此时老头还好心提醒阵法中间有个八卦镜 只要将灵力注入其中 就能将尸毒导出困阵 可这个大师姐也是有小提起的 还没等老头把话说完 就拔出48米大宝剑 直接插取八卦镜 但是这阵法属实不讲武德 居然还有高级指纹识别功能 大师姐刺了半天也没能刺进去办法 这个意思绝对是最大的人间清醒 当面对摩修给出的经典二选一 是选择救自己 还是选择拯救无辜的路人时 大多数正派弟子会选择拯救自己 少数会选择牺牲自己成全他人 最牛的会甩出一具小孩子才做选择 我两个都要 而这个妹子居然果断选择了第四条路 抛出自制的毒药 势必要将自己和路人一起带走 这操作将摩修都看猛逼了 这特么是准备走我的路 让我无路可走是吗 这点 星云宗大师姐带着小师妹 误入了摩修的地界 但是这个摩修是真的变态 明明可以秒杀的局面 她非要在两个妹子身上装饿子 先是设下强力阵法困住两个人 让两人感到绝望 后是释放出82年的师徒 准备向妹子抛出二选一的选择 并告诉两个妹子 只要将灵力注入眼前的八卦镜 就能将毒气排队 但是这大师姐也是有小提醒 还没等摩修将二选一的问题掏出来 大师姐果断掏出48米大宝殿 准备披了这八卦镜 这操作将小师妹的双眼皮都吓出来 师姐 你倒是听前辈把话说完了 你这样玩师妹 我迟早被你玩死 而此时大师姐目光坚定地 看着身后的师妹说道 她可不是什么前辈 只不过是等着看我们笑话的摩修罢了 反正她一会也会说 正法之外会有无辜之人 然后再看我们这些正道修士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如何丑态百出 反正最后都活不了 与其留下骂名受人诟病 还不如自行了断留下这一事清白 大师姐的这番言论 直接将摩修和男主都赶沉没了 这还真是人间清醒 直接预判了摩修的预判 而老头眼见诡计败露 反而更加猖狂 直接利用投影水晶 给两名妹子打开了视频通话 表示小姑娘你猜的没错 正法外面就是老夫抓的凡人右头 老夫倒要看待 你们在被正法折磨的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时候 还能不能保持现在的清醒 听完老头的话 大师姐也是果断有了自己的决断 瞬间从空间戒指里 掏出了一个蓝色的药名 小师妹乍一看还以为是避毒丹 今复不愧是大师姐准备的就是周群 可是大师姐表示这不是避毒丹 而是我精心调配的毒药 混在空气中无色无味 助击七以下吸入两口就会被带死 正话将练气九层的师妹脸都吓黑了 求得麻袋 师姐你拿毒药做什么 此时大师姐依旧一脸镇定地表示 我先将毒药顺着毒气倒出去 将那些孩子没有痛苦地送走 然后我们再自我了断 这是我能想到的最优解 正话将小师妹都吓哭了 师姐您这想法又在哪里了 您不想活了就算了干嘛非得带上那些孩 被这种魔修抓到通常都会历经非人的折磨 死亡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 大师姐这话将魔修老头干到再次沉默 我特么就想找点乐主容易冒我 这丫头怎么从头到尾都不按套路出牌 而此时目睹这一切的星夜之道不能再等下去 再等下去全场的人都得被这大师姐送走 急忙冲上前大喊夺射 准备夺射眼前的大魔头 但是不出意外的话 现在就应该要出意外 就在星夜飞声扑向老头的瞬间 老头为了阻止大师姐的自我了断行为 果断召唤出了几团红色的物体 此时的星夜望着眼前的阵法也是一脸猛逼 这是个啥 0.01秒后 星夜就发现自己居然夺射了一具炼尸 而且更加坑爹的事 这具肉身居然不受自己控制 随着老头的一声令响 星夜就和其他几名炼尸一起撒鸭子的跑出去 开始围攻两名妹子 但就在这时 星夜脑子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声音 检测到宿主产生自我意识 造化系统已重启 当前宿主与魂魄同步率太低 正在修正 此时正在和大师姐激战的星夜 被脑子里的声音搞得一脸猛逼 什么情况 本发妹子没说大礼包里有系统 还是说这系统是原主自带的 这太特么离谱 我居然夺射了一只带有系统的僵尸 就在星夜的面具被劈开时 另一只炼尸已经跳到了小师妹的背后 准备对小师妹进行嘴炮攻击 此时小师妹面对星夜和一号炼尸的双面攻击 已经做好了喝汤的准备 但就在此时星夜已经完美地拿下了身体的控制去 瞬间跳反将一号炼尸拍到了地里 这操作将大师姐和老头都惊呆了 这只炼尸什么情况 不但就下了小碗而且还会说话 而这时的老头更是被震惊到三观都碎了一地 卧槽 四号怎么脱离了我的掌控 难道是我的控尸数失效了 二号三号立刻将四号给我带回来 而接到命令的两只炼尸 这时瞬间就感觉眼前的妹子不像了 静止向着星夜飞奔而去 此时的星夜想骂街的心都有 卧槽 怎么都朝着我冲过来了 与此同时系统发出提示 在魔头面前暴露自己的恢复神志 造化之家失误 听到系统的提示 星夜差点废头气炸 一边应对两人的攻击一边吐槽系统 造化只是什么鬼 你这跟家的怎么听都像在挖苦 本系统讲究的是顺为烦逆为先 多行逆天之举就可赚取机缘造化 就是多做诈一听 就会对自己不利的事情 祸曹 你特么这和做死有什么区别 你这样也别叫造化系统 改叫叛逆七系统吧 错 本系统讲究的是逆风翻盘 将霉运转化为气域 脾气泰来 用绝境换取长生 可是星夜接下来的话 直接将系统搞沉没了 特么少来坑我 长生 那这具身体的原主人 是怎么成为炼尸的 对此系统只能吹口哨来 掩饰内心的尴尬 不过就在这时 星夜也在两名炼尸的围攻下 被绑成了九块九的大闸蟹 这时系统声再次响起 打架还唠嗑 造化直加十一 这将星夜气得狂飙了 两分半的脖寸 不过就在炼尸的拳头 快要轰到星夜脸上时 大世界终于出手了 这时大世界手掐法掘 凝聚雷电之力 一发雷电将其中一名炼尸 电到了生活不能自理 同时小婉也跳到了星夜的背后 一道凌厉的剑气 划开了困住星夜的红线 但就在困住星夜的两只手落下时 破例红线控制的手 居然也掐起了法律 请客间阵法中 便已充满了爆炸引发的尸毒 一个妹子又又又一次人间清醒 这个魔修本来是想 在两个妹子身上找点乐子 但没想到这妹子 没有一次按套路出牌 当魔修将八卦镜放在她面前 想要给她出选择提示 妹子还没等魔修把话说完 就要披了八卦镜自断后路 当魔修想要看她在生命垂危时 会选择自己的性命 还是无辜孩童的性命时 妹子果断掏出自制毒药 准备将自己和孩子一起带走 理由是这些孩子落到魔修手里 只会生不如死 然而今天 面对高级炼尸妹子自知不敌的情况下 竟然毅然决然地将大宝剑 抵在了男主的脖子上 也创作差点将魔修整自闭了 这侧门到底谁是魔修 然而引发这一切的源头 竟然是因为男主夺舍了魔修的一具炼尸 而且这还是一具 拥有青春期叛逆细体的炼尸 当看到自己的炼尸 居然产生了自我意识时 魔修整个人的三观都被颠覆 急忙命令其他炼尸 不要和妹子玩吧 快点将四号抓回来 可是两只炼气劲的炼尸 怎么会是主角团的对手 还没到8.88个回合炼尸 就已经被禁术消灭 但是就在最后一只炼尸被打败时 这祸居然不讲武德的玩起了自爆 警克兼法阵内 就已充满了魔修老头的尸毒 虽然星夜的身体是炼尸 不惧怕尸毒 而且系统也有解读的胆药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要如何让这两个刚认识的妹子 试下自己的胆药 大师姐的彪悍星夜 可是全程目睹过 此时一直躲在暗处的老头 也以为圣卷在握 庆祝的香槟都准备了888匹 可当尸毒慢慢散去时 老头再次惊呆了 你们特么是不是玩不起 原来是星夜在系统空间中 为两位妹子定制了 两件大白同款防护 还顺势唱了一首 听我说谢谢你 不过星夜的这一举动 彻底惹怒了老头 他现在没有了 继续玩下去的心情 只想带回突然有了 神智的星夜 以免夜长梦多 于是召唤出 二统三统两只 结丹七的恋狮 让他们杀掉两名妹子 并将四号毫发无伤地带回来 当惊艳老道的大师姐 看到两名恋狮的那一刻 就知道问题已经不简单了 这两名恋狮给他带来的压迫感 竟然和自己师尊的压迫感 不相上下 难道他们都是 结丹七大圆满 如果真是那样 那今天就只能彻底交代在这 不过这时社会大师姐 突然灵光乍显 瞬间一个闪身 将大宝剑架到星夜的脖子上 这操作将小师妹 看得是一脸猛逼 对面的是大魔头 又不是警察叔叔 你劫持人质有什么用 此时大师姐小声地 在星夜耳边说道 想活命就乖乖配合我 刚开始那个魔修 只是在一味地吸耍我 出动的也只是 练气七的练尸 想看我们困兽油痘的样子 一次取了 但是现在突然派出两名 能够轻松秒杀 我们的杰丹七练尸 那么能够解释 他突然改变想法的 可能只有一个 那就是想要迅速抓回 你这只会唱跳RAB 特殊练尸 而这时两只练尸 居然真的停在了原地 没有前进办法 此时星夜顶了一下 大师姐说道 厉害啊大师姐 居然真的让你猜对了 越接息凶 造化之家六 此时若不是这种场合 星夜真的很想抱粗暴 神科们越接息凶 我只是不小心碰到的 但这时老头再次发来 视频通话 准备用心理战术 表示自己派出两名结单练尸 只是自己玩不起 像四号这样的练气 七练尸 我家里还有一箩筐 你想动手随便 可是大师姐是什么人 凶残的人是狠起来 自己都不放过 可这大师姐是还没狠起来 连自己都不放过的人 果断干脆地将大宝剑 抵进了星夜脖子衣服 这操作将老头吓得 立刻呼喊压马带 急忙表示 只要将四号留下 可以让你们离开 可是大师姐也不是傻白天女主 直接让老头先撤掉阵法 待阵法撤掉后 老头满脸不悦地 让两人将四号留下 你们可以滚啊 可这时作为人质的星夜 敏锐地察觉到了 大师姐的小心思 小声地说道 大师姐我知道 你肯定信不过这老头 准备留下来断后对吗 大师姐让星夜放心 送走你之后我会自裁 不会让你落到这老头 手里受苦的 星夜对大师姐的脑回路 也是感到无语 每一句话都在情理之中 但是却又在意料之外 此时星夜起手缓缓 接过大师姐的大宝剑 表示去天堂的路过书 就不用你带路了 星夜这操作 再次将老头整猛逼了 我特么今天 怎么没遇到一个正常人 先是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丫头 现在又是不但会说话 还会舍己为人的恋事 而星夜接过剑以后 再次将谈判的筹码家主 表示不但要让两名妹子离开 还要带走那些孩子 此时系统再次跳了出来 叮 宿主进行赴死宣言 造化点加205 星夜现在只能强压 想骂街的心情 让系统赶快拿出 有什么瞬间移动的道路 本系统是让宿主 直面困境的造化系统 没有逃跑工具 听完这话 星夜算是彻底明白 原主是怎么交代在这里的了 此时星夜已经没有了别的选择 只能让大师姐放手 这样还能够多久一个 这才是真正的最优解 这时大师姐问到 你还有什么为两个心愿吗 此时星夜委屈巴巴地 咬着嘴唇 开始念她的愿望心愿 想成为亿万富翁 想要吃遍仙剑美食 想要成为欧皇 想要娶一个大师姐 这样的老婆 想要 星夜这边还没说到 第八个愿望 大师姐就已经失去了 听下去的耐心 留下了一句 我会为你报仇的 就脱家带口地离开 而整个过程老头 都是双手插都没有任何阻碍 但是老头的平静 却让星夜感到不安 这可是功德 颠覆了十几个小目标的魔头 就这样放他们离开了 这个妹子是本具 最大的人间清醒 面对想要在她身上 找乐子的魔修 非但不卑不亢 而现在魔修让她 在自己的性命 和无辜孩童的性命 做出抉择时 妹子果断选择了第四条路 掏出自制的毒药准备 将自己和孩子们一起送走 这种不按套路出牌的操作 差点将魔修整理化 但是今天妹子却因为 魔修小小的一个手势乱了到鞋 因为这是魔修 正在蓄力远程技能的法军 一旦法军蓄力完成 那时男主将会求生不得求死 这一切都是因为星夜 夺舍了一具带有系统的恋势 不知情的魔修竟以为 自己的恋势产生了意识 这可以研究超出 他认知范围的机会 他只会轻易放 立刻派出两名截丹器的恋势 想要抓回星夜 可是经验老道的大世界 很快发现了魔修的真实命 立刻将大宝殿 抵在星夜的脖子上 这操作可把魔修吓得不轻 要是这恋势死了 他就白白丧失了一次 更上一层楼的机会 立刻表示可以放走两名妹子 只要将星夜留下 可是听到魔修的条件 星夜却不高兴了 立刻夺过大宝剑 表示我要家主 你必须放那些孩子 和妹子一起离开 这操作差点将魔修整崩溃了 我特么今天是出门 没看皇帝吗 一个个的都不按套路出牌 无奈还是只能放走 两名妹子和孩子呢 虽然小师妹很庆幸 自己已经得救了 那个魔修也没有追上来 但是小师妹发现 大师姐离开了老头的地盘后 便一直黑着脸 于是便询问大师姐 发生了什么事情 此时大师姐阴沉着脸说道 我离开山洞时 看见魔修在背后 以后会动脑 也怕魔修会想要鱼死往后 直到最后都没有提醒他 而且那个魔修是 故意将法诀暴露在我面前 最后在巨大求生的诱惑面前 再多的勇气 都变成了苟搏的私欲 今次仪式我的道 心已经不纯洁了 日后的修行 恐怕会被心魔反噬 这一局终究是那个魔修赢了 大师姐这么高的道德标准 差点将小师妹干得逼 急忙安慰大师姐 不必太过自作 换做是谁都不可能 比你做得更好 但此时大师姐 可想不了那么多 现在只能快点 回到试门班就逼 希望还来得及 救下那只链匙 与此同时 举着大宝剑的星夜 也察觉到了这是一个问题 眼前的可是 功德点赴了 十几个小目标的魔修 他做的缺德是 应该比我的头发都多了 怎么会老老实实的 在这里等着 就在这时系统 突然提示 检测到宿主脚下 有即将成型的封印证法 听到系统提示 星夜立刻就想要 手起刀落将自己送走 可是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老头的阵法已经成形 伴随着老头手指动 星夜手里48米大宝剑 便已脱爽粗 凭点零一秒后 星夜就已经被 三桶炼尸强人所拦 此时奸济得逞的老头 还不忘贴脸嘲讽星夜 可惜啊年轻人 你求死的心还是不够坚定 不然老夫这副破旧的弹曲 还真不一定能阻止你 此时星夜内心 有一个替的内容想吐头 身为21世纪的大学生 想要自己送走自己 还是太难了 眼见局面已经得到了控制 老头立刻让二桶 去追杀两名妹子 此时武力干不过的星夜 只能在嘴炮上面找回优势 表示他们已经走了这么久了 你们不可能追得上 不过老头对这件事的态度 却是无辜 追上去只是我的爱好 反正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丫头 已经被我冻向心 就算抓不到他 他以后的日子 肯定不会好过 老夫在他们逃走时 故意将节鎮的法觉 暴露在他眼前 可是他最后都只顾着 自己逃命没有提醒 怎么样 被人背叛的滋味不好受吧 老夫身为魔修都替你感到不值 但是老头说的事情 星夜根本不在乎 舍己为人 他也不是第一次 现在他只想在临死前恶心着老头 星夜微笑地说道 你不知道他已经告诉我了吗 要不然我为什么会知道 你的阵法快成现 星夜正话让老头 瞬间心态彻底炸裂 要真的是那样 那不就是他输给的一个小子 那以后他在魔修圈还怎么回 脸色如同吃了奥利给 一样问星夜 他是什么时候提醒你的 可是星夜现在是必死的局面 当然是怎么恶心怎么来 想知道吗 就是不告诉你 就你这智商还学人当魔头 剩下四个字 请大家根据主角面部表情蠻多 听完星夜的话 老头已经被气到浑身颤抖 很好 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 希望我将你拆成9981块的时候 你的嘴还能这么厉 说吧就让三桶将星夜打包好 我们需要换一个地方收拾他 此时的星夜知道自己又要挂 虽然不知道这老头想要对自己做什么 但是绝对不会彼此好过 这次救了五个人 希望能在粉发妹子那里抽到我的礼包 但就在这时系统突然传来提示 第一 同步率一场原因已解析完毕 这话将星夜直接整猛逼了 解析同步率是什么意思 然耗尽18年功德 才获得一次夺赦的机会 本想夺赦一个维护一方的大魔头 这样不仅有自保的能力 可以抖到大结局 同时也算是为民除了害 却没想到在阴差阳错下 夺手的魔头手下的炮灰链尸 更加糟糕的是 当魔头看到自己亲手出场的链尸 产生了自我意识后 就如同看见了开往新世界的大门 连即将到手的妹子都觉得不香了 立刻就要将男人切成8866段 泡在福尔玛林里面仔细研究 虽然男人多次呼喊亚麻在天死抵抗 但是最终也没能掏出魔头的魔掌 但就在男人已经开始研究投胎的技术时 男人的脑子里却忽然传来系统提示 同步率一场已解析完毕 系统这提示将星夜足足震惊了8.88秒 解析同步率是什么意思 宿主之前不是说同步率400%是什么意思 系统这话彻底将星夜整无语了 我特么就随口吐槽一下你要不要这么叫 有那个闲工夫你想想怎么救我不好吗 可是系统并没有理会星夜的话 而是自顾自的解说了起来 宿主携带的灵魂力是夺射这具身体的关键 但是因为宿主的灵魂力太过强大 导致夺射练尸后大部分灵魂力残留 这就是同步率400%的原因 听完系统的话星夜如梦初醒 原来400%是这个意思 我还以为是系统带王稿 难道是那个夺射大礼包的作用 本来是用来夺射大魔头的礼包 最后却只是夺射了一个炮灰 本系统刚才一直在解析这股灵魂力量 这股力量只是暂时的 现在已经下降到393% 但在这股力量消散之前已经被本系统捉了 宿主可以通过这部分溢出的同步率控制其他人 听完这话星夜足足震惊了一整年 这么强的吗 那你快控制那个老头啊 可是系统却表示因为宿主夺射的是练尸 所以这股力量只能控制和你结构相同的练尸 为此系统还特意为星夜打开了鉴定功能 只要对着目标默念鉴定 就能花费五点造化点获得目标信息 获得功能后星夜立刻就用在老头的身上 这个老头名叫杜老二 圈内人称杜老摩 付出意外应该是会享年968岁 本来有着应变中期的实力 但是因为出门到处让被人打成了原因后期 星夜在转头鉴定抱住自己的三桶链饰 这家伙只有金单中期的实力 卧槽 这老头受了伤居然还有原因的实力 仅凭一张三桶明显打不过这老头 看来想要脱困只能赌一把 系统先帮我控制这个大块头 然后星夜先是一声惊呼吸引老头的注意 等到老头回头时 眼神都下白了 因为他刚好看见三桶失去了对身体的控制 正和星夜一起在万米高空做自由落体 若不是老头在最后一刻将两人接住 星夜就可以再次见到粉发妹子 此时的老头一脸猛逼 今天怎么遇到这么多奇怪的事情 先是四号产生了自主意识 现在怎么三号的连接也断开了 对此老头只能黑着脸问星夜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星夜却是铁青的脸道打一耙 我能干什么 我可是差点被摔死 拜托你没本事就不要学人家做粉碍 这么容易出故障的东西也好意思拿出来现场 虽然老头对星夜的话是一个标点符号的东西 毕竟他玩了九百多年的练尸 还没出现过今天这种情况 但也只能先将三桶这个大块头收起 并且警告星夜 老夫虽然短时间不会杀你 但是让你生不如死的办法我有的是 可是听完这话的星夜非但没有害怕 反而跪在地上狂笑了起来 这突如其来的笑声将老头整猛逼了 这小子不会是被吓傻了吧 0.01秒后 星夜邪魅的抬头说道 你的戒指里果然还有更厉害的家伙 此时的老头更加猛逼了 但这是他召唤练尸的储物戒指居然自己亮了起来 还没等老头反应过来现在是什么情况 一只砂锅大的拳头就静止垂在了老头的腰子上 这一拳的威力将88米高的山峰都干碎了一半 此时被打碎的不止是山峰和老头的头颅 还有老头的三观 因为眼前的可是应变七练尸 就算是在他的全盛时期都要消耗兽元才能照顽 他不可思议的问星夜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星夜明显是想气死这老头 漫不经心的说道 我们都是练尸互相帮助不是很正常吗 但实际星夜是通过刚才被回收的三桶作为媒介 以此来控制这只最厉害的练尸 但这是系统开始催促起了星夜 让星夜多干时事少装逼 你一出的同步率已经掉到了185% 再过半课中你就会失去这只练尸的控制权 星夜也没想到这同步率就像小编的工资花的那么快 急忙控制阴电链尸上去捕刀 可是阴电链尸一拳下去除了遍地黄沙 连一只苍蝇都没拍到 原来老头不知何时召唤出了一只会土盾的巴格链尸 虽然因为小巴格的土盾躲过了这一击 但是小巴格也被震到了暴飞 而老头的阴险也是让星夜始料未及 果然不愧是功德点赋了十几个小目标的家伙 居然一边示弱一边搞偷袭 但更加糟糕的是 星夜这时看见老头的戒指突然亮了起来 这让星夜顿感不妙 立刻召唤阴电链尸回法 因为拯救落水的小女孩获得一万功德 但是这个老头仅凭一己之力 居然负了十几个小目标的功德 他是修仙世界的纠集大魔头 九百年的功德全做了缺德式一件人事都没走 最大的爱好就是拿活人练傀儡 和抓无辜的孩童做实验 这用活人练制的练尸 他都已经凑出了一副麻将 然而今天这个老头却被两个年轻人搞怀疑人生 先是老头想找点乐子 想看正道大师姐在生死边缘会如何抉择 结果这个冷酷的妹子不按套路出牌 为了尊严一心求死 后是跟在自己混了多年的练尸 居然产生了自主意识 不但就走了两名妹子 最后更是召唤出他珍藏的阴电七练尸 准备消自己 当阴电练尸出现那一刻 老头整个人都猛了 这可是阴电七的练尸 就算是我全剩十七都要消耗兽元才能召唤 这小子是怎么做到的 但是现在的星夜可不敢和他浪费时间 现在同步率已经消耗了大半 等到同步率耗光还未解决老头自己就凉凉了 立刻招呼阴电练尸上去削老头 可是老头这么多年江湖可不是白混的 不但趁星夜不注意利用土盾练尸躲过了攻击 还趁机溜到了星夜旁边准备搞偷袭 这下的星夜立刻呼喊亚麻袋 并立刻控制阴电练尸回来手家 可是尽管阴电练尸第一时间在星夜身前展开了护盾 可是老头的攻击十分诡异 不仅穿过了护盾 还打中了星夜十八年都未曾开封的腰 而这时的老头十分得意 老头想用储物带攻击不止你一个人毁 做老六我可是专业的 但是老头还没帅过三秒 又被阴电练尸挽起了紫包包 这时星夜面色阴沉地问老头 刚才你把什么东西射进了我的身体 那东西居然能穿过阴电七的护盾 可面临死亡的老头非但没有恐惧 反而狂笑了起来 姐姐姐那可是一件好东西 有了这东西你会和我一样不得好死 听了老头的话星夜瞬间眼神一变 直接送老头去了黑白无常那里冲夜景 走老头也让星夜瞬间获得了两千的造化点 同时系统也分析出了老头 射进星夜体内的是寄血阴煞柱 只要融入死煞阴邪之物 就能让他快死再生 不死不灭 就比如宿主融合的死 只要不是灰飞烟灭都能起死回生 这话听得星夜冷汗之灵 这么好的东西老头怎么不自己用 系统表示他只是摩羞 虽然做的事情都不是人做的事 但毕竟还是人类的躯体 没法用 但是又舍不得给自己的炼食用 他之前受伤修为下跌 也可能是因为拥有此物而被追杀 而宿主虽然融合了此物 但是因为修为太低无法压制此物的气息 一旦被人发现多半逃不过被炼化取宝的命运 而且因为宿主已经和此物融入 系统也无法分离此物 而这时星夜脚下的草地也开始慢慢枯萎 听完系统介绍 星夜只感觉现在自己就是一个会移动的麻烦 这种阴邪之物正到修饰必定会彻底销火 而邪修抓住我必然会将我练还 这老头的做法是真的狗到家了 而一个时辰后 大师姐的两位长辈也赶到了案发现场 只是现在的情况将他的CPU都快干扫了 这现场怎么看都像是老头被自己的鹰殿炼师送过 然后鹰殿炼师又送走了自己 但不管怎样 老头被送走了 他们都得回家开瓶香槟庆祝上八天八夜 因为能控制鹰殿炼师的邪修要是还活着 不仅他们两个会交代在这里 就连整个苍蓝国都会生灵涂炭 但是他们现在更加好奇的是 大师姐自从到了这里之后就好像一直在找东西 找了888秒的大师姐已经开始慌了 连石头缝他都找了 怎么就是不见那个炼气器的炼师 片刻后大师姐好像想到了什么 也对 连鹰殿炼师都出动了 他恐怕已经被法力拨动震到连扎都不是 而此时大师姐的师傅找到了一张纸条 看到纸条的瞬间 两人瞬间感觉猪脑过残 因为纸条上面写着 大师姐不用担心 我没事 不知情的两人看得是满脸问好 鹰殿炼师还有大师姐 他都凉透了这也能叫没事 不过这是听到两人谈话的大师姐 瞬间以每秒8888米的速度 抢走了师傅手中的指 没到0.1秒的时间已经跑出了888米 可这时大师姐的师傅却被惊出了一身冷汗 急忙向掌门询问自己的徒弟是不是笑 我养了他这么多年还没见他笑过 可遇起这个问题 掌门更加在意的是 此地阴煞之气怎么这么重 大师姐的师傅表示自己也注意到了 那股气息到河里就断了 难道是邪修掉进河里的宝物 本会还是让那门弟子查看一下吧 但他们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这煞气的源头正是大师姐 一直翻箱倒柜寻找的人 此时的星夜正在翻找老头的遗物 同时一边找还在一边 不停地大骂老头的东西垃圾 本以为这老头会有什么 遮挡煞气的宝废 可是星夜花了500积分破解禁止 380分积分见点 眼睛都看成老花眼了 结果除了60万下品龙石 就是一些毒药和一堆充满邪性的东西 难道要我在这个世界当邪修吗 瑞士系统却突然跳了出来 表示自己有东西可以遮挡住这煞气 然耗尽18年功德 终于送走了究极老魔头 本以为可以和大师姐过上 没羞没臊的生活 可是没想到这老家伙居然玩不起 临死前将奇怪的东西 射入了男人体内 虽然男人极力呼喊 压麻带顶他 但是仍然没能阻止内部暖流射入 尽管男人融入了这东西 身体可以迅速再射 就算男人被封成了人家 也能在8.88秒内恢复成大帅逼 但是这东西的煞气 不是男人能压制的 现在男人所到之处 是真的寸草不适 就连男人靠近的河流 也如同被倒入了导博和废水一般 解决这个问题 男人就是一个会移动的火把 而且还是自带定位的那种 因为这消息 如果让正魔两道知道 那必定会将他炼化 8866天取宝 那时男人将连做人渣的机会都没有 为此男人只能先勾起来 看看魔修老头的遗物 有没有能遮住煞气的宝 但是一通翻早下来 差点没把星夜的废气炸了 星夜花了大把积分 破除静止鉴定老头的宝贝 眼睛都快看瞎了 可是这老头的东西 除了一些下品名识 就全是老头充满邪性的个人收藏 这把星夜急得抓耳挠塞 系统也没有用得上的道具 总不能让我一个优秀进步青年 在这个世界当魔修了 不解决这一身的煞气 我哪都去不了 就在星夜快要把自己薅脱了时 探逆漆系统才跳出来告诉星夜 可以用左后方那个红色的盒子 这个盒子是用阴煞猪的半生材料所制成 系统你确定不是在逗我 你是准备把我烧成灰装在这盒子里面吗 这时系统不急不慢地打开了合成界面 宿主可以通过本系统合成法宝 只要宿主用其他拥有屏蔽功能的法宝 你这个盒子结合 有很大概率可以合成屏蔽煞气的法宝 听完系统的话 星夜立刻化身地鼠刨了起来 我记得刚才鉴定过一个鬼修的东西 要是真的能合成这样的东西 我炼尸的身份也能隐藏起来 经过8.88秒的翻转 星夜终于找到了鬼修的入室法器阴阳运 这东西可以将死气转化为生气 在星夜用18厘米换取的欧皇附体加持下 一次就合成了强化的阴阳盾 当星夜戴上吊坠后 瞬间整个人变得容光幻发 连皮肤都变得细腻红润有光阻 可是还没摔过8秒星夜就想骂劫 因为他体内的煞气转为生气候 刚才还寸草不生的煽动瞬间变得生机勃勃 长出来的草都快比星夜还要高了 这把星夜下的画风都变了 这特么有毛用啊 这特么不还是一个火把吗 但系统让星夜把心放在肚子里面 控制生气比煞气容易很多 你只需要购买商城里的屏蔽法衣就可以 经过多层boss的叠甲 星夜终于解决了煞气带了的法 还顺便用在蓝翔学道的技术 给自己理了一个帅气的发现 星夜看着镜中的自己 瞬间就想给自己刻意 这身体虽然修为是低了一点 但是颜值还是在线 走出去迷倒一大片修真界的妹子应该不是问题 随后就想对着镜子鉴定这具身体的属性 可是随着星夜的五点积分花了出去 最后星夜也只是鉴定出了手中的镜子是普通镜子 这操作彻底给系统整无语了 你要查看自己的属性 可以直接在系统界面查看 但是星夜看到自己的属性后 瞬间被惊到失去了表情管理 我穿越的不是修真事件吗 这原主的身份怎么会是宇航员 系统你出来给我解释一下 但此时一向牛13的系统 却表示自己解释不了 因为他和原主的记忆都受到了损伤 前任宿主苏醒时就已经身负重伤 差点被包扎成了木乃伊 是村长的女儿在树林里把他捡回来的 而系统只记得他是造化系 要收集造化纸以及这个世界的百科知识 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到原主体内 这时星夜再次问出了那个让系统尴尬的问题 前任宿主有了你这样一个金手指是怎么死的 面对这个问题系统也很无奈 只能尴尬地表示他的系统明白 这话把星夜吓得脸都黑了 什么办 你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可就在这时系统突然跳出了红色面板 您有新的系统任务 主线任务 修炼一部功法 并获得最少三百造化点 任务完成获得抽奖 任务失败抽取一半神识 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将星夜搞得一脸猛逼 这是什么任务 造化点和修炼功法又有什么关系 这时系统叹了一口气说道 这就是我说的吧 本系统发布的任务完全是随机的 并不会考虑宿主的等级 就比如前任宿主就是收到击杀杜老魔的任务而被送走 系统这操作将星夜再次下的画风扑边 这任务能完成才有鬼吧 他才练起器 那老头被人打残了还有金丹的修为 更不要说那一箩筐的练尸了 你让他拿什么去击杀 但是系统却表示任务是随机的 有时很难有时很简单 前任宿主的运气还算不错 熬了两年 其中四十次命悬一线都被他挺过来 但是最后这个任务一补 失败的惩罚也是燃尽神魂而死 他没办法只能选择做一副狗 此时的星夜只想抱粗口 却表示自己是系统管理员 但是因为忘记了怎么维护和装饰 所以才会出现这样的罢 此时星夜只想冷静地想一下 上辈子造了什么灭 才会遇上这种系统 我特么怎么就那么准备 那老头早不召唤晚不召唤 偏偏赶在我要夺射的时候召唤 而且特么五个 我怎么就撞上了这句带有系统呢 别人穿越的配置都是黑丝美女金手指 而我的特么怎么看都更像是催命子 因为拯救落水的小女孩 获得一次夺射的机会 本以为夺射的系统玩家 可以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但是当男人第一次接到任务才知道 这系统因为忘记了 怎么给自己做保养出现的吧 别人的系统发布任务 都是时事求是循序渐进 但是这个系统发布的任务 完全不会考虑宿主等级 有时比较简单 只需要驯服衍生的小动物 有时难度报表 需要在火山口考验人生 还有像上一任宿主一样人品大爆发 区区练试期的修为 接到了送走原因大老的任务 那么就像玩游戏时 还没出新手村就要去打最终报 结果当然是被炼成了老头的工具 当星夜知道这个消息后 不由地跪在地上 想了一下自己上辈子造的 这特木哪是系统啊 简直就是催命 但是星夜冷静了8.88秒后 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 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于是询问系统 既然任务失败 会抽取我的一半神识 那么我被抽了一半神识会怎么样 系统表示因为宿主只有炼起修为 抽取一半神识后 智力将会和村东头的二傻子 互相上下 这话让星夜刚平复的心情再次破坏 卧槽 那不是成了穿越修仙世界之二傻子开局 那我还怎么实现华丽丽的逆袭 现在的星夜感觉猪脑都要过担了 现在已经没有了退路 不过还好时间还有一年 但是怎么才能通过修炼功法增加造化点 这是一个问题 这时星夜突然灵光乍现 说白了获得造化点就是在作死 只要我修炼作死的功法是不是就可以了 随后便在系统里面翻找 原主有没有学习什么功夫 但是系统接下来的回答 才让星夜知道什么叫做绝望 虽然原主之前有修炼过功夫 但是现在宿主是炼尸的身体 神魂和灵根都已经被炼化 无法感应天地灵气 也就是无法休息 这话一出星夜当场就算骂天 感情这特么是一个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对此系统只能尴尬地表示自己也不行 但是宿主的存在本身就是违背常理的存在 在系统的知识库里面 还没有记录过有灵智的炼尸 这话听得星夜想再死一次 我现在感觉自己前途一片黑暗 感情我踏入了一个全新的理 其他的办法 比如人造灵根什么的也可以 虽然这个东西系统真没有 但是系统记录过两种人造灵根的方法 一种是弃灵根 一般是高阶修饰突破时 为了增加同属性权重使用 但是灵根不能长期使用 另一种是妖灵根 利用妖兽血肉和内丹来提升灵根品质 刚被发掘出来是宏极一时 但是后来发现就算补充同属性灵根 也会产生台义产业 因此而失传 不过系统还有售卖这种制作的方法 系统这话多少让星叶看到了希望 这两种方法都有值得一试的价值 系统你说的排异是和什么产生排斥 是修饰原本的灵根吗 那如果没有灵根会怎么样 但系统却表示不存在没有灵根的人 星叶表示我不就没有灵根吗 因为你不是人 都说了炼尸的本质是法宝法器 你见过有灵根的法宝吗 这话将星叶彻底整沉默了 我感觉你在骂我 但是我又无法反驳 那也就是说人不能用的妖灵根 不代表我不能用对吗 对此系统也表示不知道 毕竟宿主的存在不能用常理来解释 虽然没有得到系统肯定的答案 但是星叶现在也只能活一步 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成为白痴 然后就在系统商场里面 购买了一本妖灵根秘籍 星叶经过88.88秒的认真阅读 已经大致了解这本书籍的内容 通过这本书籍的记载 妖灵根分为反品 下品 中品 上品 级品 对应修饰助击到化神的五个境界 但是现在星叶最高只能击杀练起七类妖手 连反品都达不到 只能问系统有没有存活 但系统表示自己是高级商场 只卖加工品 没有原材料 现在星叶只能拿着老头的遗产 去修饰贸易的地方购买 就是不知道60万下品零食 能不能买到高阶一点的腰带 于是便让系统帮他找一下 附近哪里有修饰交易的方式 但这是系统真不知道 因为他上次醒来就和园主一起待在山里 建议宿主找个本地人问一下 系统这话终于让星叶找到了爆火机 立刻表示二手系统果然垃圾 不过说到本地人星叶就想起了大师姐 我记得他们自曝家门时说自己是青云宗弟子 虽然大师姐知道他是炼师 但是按他的性格应该不会把自己 说到青云宗系统就表示自己又行了 立刻给星叶科普这片大陆的局势分布 这片大陆名为天穷神州 共有五殿石果 我们所在的地方名为苍蓝果 最有名的修仙势力分为三宗四门 三宗分别是青云宗 亨为宗和欢宗四门室 说到这里星叶便让系统打扰 你说那么多我这个学渣也记不 你就直接给我画重点 告诉我青云宗在哪里就可以了 追到青云宗的所在地后 星叶便踏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全速向青云宗前进 本来星叶还想参观一下和欢宗 但是却被系统告知星叶体内的生气 和煞气特别适合做他们的颅顶而劝腿 就在星叶火速赶往青云宗时 星叶可能千算万算都没有算到 会被小婉去张嘴当吗 此时小婉正在神采飞扬地讲述 他和星叶大战三百回合的故事 虽然吃瓜群众都觉得他在承担 怎么可能会有会说话的恋事 但是小婉的话还是引起了的大师兄的注意 这个妹子因为救了五个孩子产生了严重的心魔 因为妹子遇到了经典的电车难题 当面临爵士魔修时 是选择救下正在英雄救美的大帅哥 还是救下五个无辜的孩子 然而但妹子为了不让魔修拿五杀救下孩子 是因为道德标准太高产生的心魔 认为是自己贪生怕死才会做成这样的选择 但多日之后再次见到星叶的妹子 做的第一件事居然是掏出48米的大帽子 以为星叶已经凉透了的小婉正在与吃瓜群众口 嗨他是如何在洞里和星叶大战三百回合的事情 直到最后星叶呼喊亚麻带小婉才放过他 不过同门觉得小婉口还有点过头 哪有会说话的恋事 但小婉却表示自己的瓜本分白保住 不信你们去问大师姐 虽然吃瓜群众对小婉的瓜表示不相信 但是青云宗的大师兄王登 却对小婉的话来了兴趣 急忙让小婉展开说说那只会说话的恋事 虽然小婉活得没心没肺差点将星叶的事情全捅出来 但是好在大师姐出现得及时 迅速将小婉带离了案发现场 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还以为是大师姐的修为被王登超越了在生气 所以不让小婉和王登走得太紧 大师姐将小婉带回房间后 立刻谨慎地关上了房门 并且郑重其事地告诉小婉 之前是我大意了没有嘱咐你 关于那只恋尸的事情你不要再和别人说 听到这话小婉不禁好奇 师姐你和师父找到那个魔修和恋尸了 大师姐给出了肯定的回答 没错我们找到了 那个魔修被自己的鹰变链尸抄夺 然后鹰变链尸也自采了 不过那只链器链尸没死 所以他的事情你要守口如瓶 不然他这样抄出现有认知的存在很容易被人抓去做研究 此时一下子接受到这么多信息的小婉 瞬间感觉已经猪脑过在了 鹰变链尸都出来了 那可是和太上长往一个级别的存在 还有师姐是怎么知道她还活着的 对此大师姐浮动了一下秀发 表示她给我留下了消息 大师姐的操作将小婉震惊了足足一整年 结结巴巴的让大师姐再做一次刚才的读 但是还没等大师姐吐槽门外就传来一个妹子的声音 请问柳千云师姐在哪 等到大师姐打开房门后 一个绿色头发的妹子说了 门外有个练气五层的人说是你的故人 想要见你 对于这种是一向高冷的大师姐果断表示我没有故人不见 可是绿发妹子刚说出纸条的事情 就感觉有双一米八的大长腿瞬间搜的一下穿了出去 只留下了两脸猛逼的两人在原地继续猛逼 都想问对方这特么到底什么情况 而见到大师姐的星夜本来想高兴的和大师姐打个招呼 然后再来一个热烈的拥抱 可没想到大师姐人美露自己 没感觉到星夜体内死气的大师姐 上来就是大宝剑顶住星夜的脖子 直言你不是那人 快说为什么伪装成她的样子 但星夜却表示是我没错 我只是用了屏蔽死气的法宝 我可不想被人抓去当小白鼠 这才让大师姐放下了手里的大宝剑 但是激情的大师姐知道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 随后便遇见将星夜带到了不远处的小树林 但是大师姐这心急的操作 直接让星夜将昨天吃的夜宵都吐了出来 可是还没等星夜吐完 大师姐就想和星夜说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 但是这种事大师姐也是第一次 话到嘴边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但是为了宽慰大师姐 星夜直接表示 如果自己知道那老头在布置远程阵法 那么自己一定会立刻自裁 不会管你们的死活 毕竟那种情况我可是必死之举 所以根本不用考虑你们的生死 虽然星夜极力想口服大师姐 但是这种口法明显不管用 星夜越是这样说 人间清醒的师姐就越是阴谋 表示你豁出性命救出我这样的人一定很失望吧 星夜见这种口法不管用 只能换一种方法继续口 表示大师姐这样说就是你不对了 如果你当时真的告诉了我 大概率我们现在都应该和那帮孩子过头气了 就更加不会在这里聊天了 这话将大师姐直接整猛了 我感觉你在CPU 但是我没有证明 眼见口出了效果 星夜继续加大输出 我知道大师姐你很猛 不怕死 不提醒我是为了那些孩子的安全 如果我们角色互换我也会做一样的事情 但是我希望下次大师姐做事不要那么极端 大师姐你为了不让魔修找乐子 可以自断退路 为了不让师妹和那些孩子受折磨而选择送他们一生 你的行为虽然勇气令我钦佩 但这些看似很理智的行为也暴露了你不相信有希望 这次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 你是说奇迹吗 我以前也相信有奇迹 但是经历那件事以后 我就眼见大师姐这次病得不轻 星夜只能使出终极大招 既然你有你的苦衷 那就当我刚才在放屁吧 不过抛开那些大道理不谈 这次我是确确实实救了你的命 所以你以后再有这种死了一了百了的想法 那就显得我拼命救你的这件事很白痴 你知道吗 在星夜主角光环的加持下终于口服了大师姐 此时的大师姐已经没有了之前的角色 并且表示下次有危险 我一定会相信师弟会来救我 对此星夜只能表示你这样说我压力很大 但是我会努力的 等等你刚才叫我什么 此时大师姐娇羞地聊了一下秀法 你都叫了我那么久的大师姐 我叫你师弟不是应该的吗 虽然星夜连声回答应该应该 但是星夜这直男操作 让单身三百年的系统都看不下去 可惜我是造化系统 不是搞对象系统 这话让星夜彻底无语了 我特别觉得你在内行我 当见到男人就急不可耐地拉着男人钻小树林 随后更是转战进入了黑漆漆的山洞 这一切都是因为男人夺舍了一具二手系统 但是这个系统因为常年没有保修而产生了严重的办法 不仅获得积分需要作死 而且发布任务从来不会考虑宿主的实际情况 比如星夜这次就接到了修炼作死功法 才能完成的任务 接到这任务的瞬间 星夜就想手撕这股系统 先不说男人会不会死在修炼作死功法的途中 可么这具身体的灵根早就被魔修炼化 可么根本不能修炼 但是今天男人探索煽动后才知道自己骂早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股系统下线这么低 苏大师姐后星夜刚大的挠头询问大师姐 你知道六十万下品零食可以买到什么品级的腰单吗 腰单 你要腰单做什么 大师姐摸着下巴思索了一回 二阶三阶的青云中山下的仿式就有 四阶的就需要去拍卖会了 五阶的更是没人见过 因为化神器的大妖都去遨游太空寻找机缘了 不会待在这里 但是你的六十万下品零食只够买到普通的二阶腰单 大师姐的话让星夜心都凉了半点 感情这老头这么穷的吗 九百年的积蓄才勉强能炼制下品零根 这让星夜无比偷偷 如果主零根是下品 那么后期不管怎么强化主零根都无法突破下品 这样想来倒是有一点小小的不甘心 而且天知道系统下次会不会让我去月季挑战 但这时大师姐问妖单对你很重要吗 星夜严肃地表示很重要 不成功就会变成白痴 这时大师姐提到你拿走了老头的储物戒指 他一个那么嚣张的大魔头连一颗妖单都没有吗 星夜表示这个真没有 全是他的邪门个人收藏 这种情况就让大师姐感到奇怪了 他这种喜欢练尸的魔修应该会收集大量的材料台 妖单这种东西更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怎么会一颗都没有 这时星夜灵光乍现 会不会在我们遇到老头那个山洞里 对此大师姐觉得不太可能 因为她和两位长辈已经看过了一遍 那个山洞没什么特别的 大师姐还是掏出大宝剑觉得可以回去再检查一遍 不排除当时有没搜到的地方 但此时星夜尴尬地表示 那傻我有点晕见 不过大师姐却让星夜直接上来 这一次我非慢一遍 表示如果害怕可以扶着她 但是就在星夜扶着大师姐的杨勇西腰时 大师姐瞬间慌了 5.01秒后 大宝剑速度瞬间飙到了280 将星夜的痛苦面具都下了出来 不过看到这一幕的小婉 立刻气得随胸顿嘴 那只链尸居然搂着师姐的腰 凭什么 我都没搂过 不过这时小婉想到了一个更加严肃的问题 那就是一项高攏的大师姐怎么会同意的 此时小婉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难道大师姐有练视频 而经过88.88分钟的预见飞行 大师姐和星夜再次来到了出玉石的山洞 但是两人环视了一圈整个山洞 不管怎么看这里都是一个普通的山洞 而星夜通过鉴定观察周围的石头 也只是普通的石头 不过星夜一边左顾右盼一边 自连自语的操作 却是让大师姐一连满逼 但是经过8888次的鉴定后 星夜终于发现了一丝丝不寻常 这个石头缝里面微薄的空间壁是什么意思 而此时就轮到了系统的扫盲事件 在一些上古战场一类的地方 由于大能修饰交战破坏了空间法 导致空间不稳定 会出现空间壁变薄的情况 但是此地这里的空间法则十分稳定 只有这一处有变化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化神以上的修饰在这里 开辟了一个续空洞府 也就是在乱流中开辟了一个稳定的空间 这种洞府都会使用法宝或者法器 将其固定在续空之中 但是如果洞府废弃或者大能拟落 稳定正法的法器就会因为年久失修而松动 从而导致整个洞府偏移 如果偏移的洞府挤压到某个稳定的主空间 就会出现空间壁变薄的情况 听完系统的解释 星夜终于知道老头为什么要在这里喊家 原来这里有化神级大脑的洞府 不过这时系统再次发布任务 想先探索化神器洞府 探索率达到80% 实现三年 任务奖励 一百极品零食 任务失败燃烧神魂 并且提前赠送了星夜洞府钥匙一把 看到系统这抽风的操作 星夜器的画风都扭曲了 系统你敢不敢再抖音 我特么在练气的修为 你让我去下化神宿 想让我死 你能不能用更直接的方法 但是听到化神洞府后 一向冷静的大师姐都吓得语无伦次了 什么 化 化神修士的洞府 师弟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宗主可是原因大佬都没发现 此时正在阴谋的星夜也不想解释 你就当是我的天赋吧 对于星夜的回答大师姐也没有深究 她本来也不是那种喜欢打听别人命令的 现在当务之急是将这里的情况禀告宗门 如果真是化神洞府 那估计只能请派上党老出版了 就在大师姐转身准备离开时 星夜却拉住她的衣袖 此时还在阴谋的星夜只是淡淡地说了几个字 我得先进去 这话让大师姐多少有些吃惊 你要先进去 难道你一直在隐藏修为 说到修为就戳中了星夜的痛点 这时星夜郑重其事地告诉大师姐 我只有练气五腾 这操作就让大师姐更加猛逼了 师弟你何故想要轻生 对于这个问题 星夜抓耳挠腮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只能告诉大师姐自己有必须先进去的理由 总之自己如果不先进去就会死 我不会现在就进去 但是为了满足先进去的条件 请师姐帮我保密 此时大师姐以为星夜是为了妖丹 直言将这件事禀告宗门是天大的功劳 到时妖丹的问题将不再是问题 但是没有妖丹星夜最多成白痴 不提前进入洞府就彻底完蛋了 所以星夜只能告诉大师姐 这件事比妖丹的事情更加重要 连见星夜已经将话说到了这个地步 大师姐为了星夜的安全只有一个要求 那就是你进入洞府之前必须通知我 但是就在星夜刚答应大师姐时 系统却先让星夜进入洞府看一眼 有危险再撤出来 因为那个魔修发现了洞府 不可能什么都没干 或许他储物戒指里面的炼尸材料就在这里 拼完系统的话 刚答应大师姐要求的星夜立刻辨识 求得麻袋大师姐 我现在就要先进去看一下 星夜话音刚落下 就听见耳边传来大师姐冰冷的声音 师弟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说话 第一次和男人钻山洞时 竟无意间发现了化神大洞的洞府 本想直接禀告宗门亲长辈来搞定这事 而是男人却坚持要孤身查看化神大洞的洞府 这操作搞得妹子瞬间猛逼 师弟你只有练气的修为 就想要查看化神大洞的洞府 是什么让你如此想不开 这么着急着死 然而妹子不知道的是男人有个坑爹的系统 这个系统从来不按套路出牌 当男人发现洞府那一刻开始 男人就接到了优先探索洞府80%的任务 虽然这一切男人没办法和妹子解释 但最终在男人的软磨硬泡下 还是说服了妹子 虽然大师姐答应了星夜的要求 但同时为了星夜的安全 大师姐也要求进女之前必须通过她 本来星夜想的这个任务还有三年的时间 完全可以等到修为更加强大之后再动 于是星夜爽快地答应了大师姐 还没到0.01秒的时间 系统却让星夜可以先进去看看有危险再撤出来 那个魔修发现了这里不可能什么都没干 或许储物戒指里面消失的材料就在这里 虽然星夜觉得系统说的有道理 但就在星夜提出现在就想进去探探洞府市 就听到了大师姐冷冷的声音 师弟你是不是觉得我脾气很好 刚答应了我现在就要进去 看到大师姐严肃的表情 星夜只能硬着头皮表示我就在边上看看不进去 有危险我就退出来 但为了星夜的安全 大师姐拍着胸壶表示自己修为高 我先进去给你看看我 但因为系统任务星夜只能呼喊哑巴呆 师弟我有必须先进去的理由 而且我是练尸不受到致命伤就不愧死 大师姐见说不过这祸也只能统计 但是也只给了星夜一炷香的时间 可是星夜刚用顺衣服冲进去 还没8.88秒的时间又退了出去 却让大师姐不禁感叹你怎么这么快 可是星夜没有过多的话语 一脸严肃的让大师姐也进来看看吧 随后再次掏出两张顺衣服将两人送了进去 但是进入洞府那一刻 一向镇定自若的大师姐都被彻底镇进了 大师姐抬头就看见一个由上百颗腰单 和数不清的低阶修饰组件而成的镇头 其中还有不少是大师姐的同门 当初她也是和小婉一起来调查同门失踪的尸体 才在这里遇到了那个魔头 不过星夜不解的是这老头弄这么多低阶修饰的魂魄在这里 这是见多识广的大师姐表示这阵法我们梳理中 这是一种用来俯视护宗大阵的邪阵 那个老头应该是想用这种办法俯视空间壁垒 这个阵法最牛的地方就是可以用低阶修饰的魂魄弹视高阶阵法 那些阵法周围的腰单是用来滋养魂魄 将这些三阶的腰单和血气融合就能产生足够的杀气 从而被阵法吸收 魂魄的初始怨气越重效果越好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那个老头抓人之前要先将别人折磨一反 这时星夜询问大师姐这些人还有救吗 而大师姐却表示他们已经彻底与阵法拢了 现在只能破坏掉阵法才能让他们得到解脱 听到大师姐这样说星夜也就不客气了 上手就要直接取下阵法上面的腰单 这操作在大师姐看来就是不带脑子铺门的操作 这个阵法已经成形 至少要三名原因大老同事 大师姐扫盲课程还没开始 就看见星夜将一个腰单拔了出来 星夜的反人类操作将大师姐瞬间惊出了表情包 这特么也可以 等到星夜跳下来时大师姐急忙问星夜怎么做到 星夜以为大师姐说的是东西太华的问题 得意的告诉大师姐用挑定就可以 但是很明显大师姐说的不是这个 就在大师姐还想追问时 困住魂魄的阵法因为失去了完整性而开始出现了烈火 0.01秒后 整个阵法因为亡魂的冲击而彻底 随后阵内的冤魂向两人道谢后便纷纷消散在了空气之中 星夜看到这老头连小孩的魂魄都不放递 瞬间气得咬牙切齿 我特么觉得对那个老头下手还是太仁慈了 可是星夜的操作却让大师姐以为他隐藏了修为 可是星夜刚想说自己对大师姐毫无保留时 大师姐却表示算了 每个人都有秘密是我唐突了 大师姐的操作让星夜一脸猛逼 这妹子怎么回事 刚问的问题又吞了回去 而系统表示是因为宿主表现得太强了 可能是因为阴煞猪的关系 宿主直接破了需要三个原因大佬才能破除的震态 不过星夜面对眼前这一大片三接腰单可没空了 这些如起袖子就准备将剩下的腰单全部扣下来 可是大师姐却表示没必要那么麻 现在保护阵法已经消失 接下来我直接用飞剑就可以了 随着大师姐的大宝剑在空中画出数道优美的鞋 支撑阵法的腰单也如雨点般落下来 这壮观的场面足足震惊了星夜一整 不愧是功德负了十几个小目标的魔头 居然能有这么多存活 但是经过大师姐的官方验证 这些腰单的腰气已经流失的损剩无几 可惜腰单不能像炼气材料那样提升 虽然大师姐只是无心这样说了一组 但是这可给星夜的新大陆开启提供了莫大的情网 愿意死相逼在爵士魔修手里就下了妹子 可是妹子今天却用祖传的铁厂挖呀挖呀挖起了活埋的男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男人成功地卡到了死神的板 不但可以将两颗属性克制的腰单完美融合 更是利用炼尸的身体在妹子面前疯狂刻劲要刷剂粉 一颗不够就来一整瓶 一瓶不够就来整整地板 大师姐使用祖传大宝殿击落腰单后不禁感到惋惜 这些腰单经过长时间的消耗这里面的腰力已经所分无解 可惜这些腰单不能像炼气法宝那样融合 但是星夜听了大师姐的话瞬间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你们普通人做不到我这个外观玩家未必不可以 说不定系统的合成功能可以融合腰单 但是系统立刻否定了星夜的想法 系统的合成功能和炼气是一个道理 不能合成腰单 尽管系统这样说但是星夜还是坚持实践出真理 顺手捡起两颗腰单就想测试一下 看到星夜这操作系统彻底无语了 这孩子降一点也就算了 你那两颗属性相克的材料练出来也是费杂 但是当星夜按下合成按钮时 一股强大的能量瞬间四散开来 差点将大师姐整个吹走 等到烟雾散开后大师姐好奇地问星夜做了什么 星夜高兴地向大师姐展示自己的大宝贝 他居然真的成功地融合了两颗腰单 这一举动再次将系统干到沉默 表示不止系统吧 原来宿主也有 罗舍练师首次阵法 现在居然还能融合属性相克的腰单 这话直接将星夜干猛低了 这难道不是系统的功能吗 对于这件事系统表示我这个管理员不比你清楚 我真的搞不懂 你又不是能改变天地规则的大脑 怎么总能干一些超出常规的事 虽然星夜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但是自己没点本事怎么应付你那些要命的人 不过星夜看着手中的腰单陷入了沉思 现在我才六千多的积分 融合一个需要一百积分 现在要融合一百四十四颗腰单还差了一大嘴 这可愁死了星夜 怎么才能快速做死赚取积分 随后星夜将目光投向了大师姐 上次无意间蹭到了她的山峰就有积分 要是能 但是没到零点一秒的时间 星夜就打消了这个面子 不行不行 邪念退散 在大师姐身上做死赚取积分搞不好 真的会不会 不过这时星夜突然想到了老头的义 我记得那个魔头的储物戒指里面有个东西可以 随后便从储物戒指里面掏出了一颗暴起蛋 这东西能在短时间内增幅实力 但是副作用是会消耗十年寿命 随后便望着手里的暴起蛋问系统 系统我有寿源吗 对于这个问题系统只能含蓄地告诉 你有耐久 这话瞬间就将星夜干沉默了 系统 客马 不过星夜突然拿出暴起蛋的行为 引起了大师姐的注入 询问星夜没事拿暴起蛋做什么 可是星夜还没有回答大师姐的问题 就将一颗暴起蛋潇洒地扔进了嘴里 吞下暴起蛋的瞬间 星夜的造化点就增加了78 看到这消息星夜可乐坏了 这种方法果然有效果 真是太好了 那老头还留下了十几瓶 我的积分又着落了 不过星夜这操作下的大师姐 立刻呼喊亚马带 你没事吃尽要做什么 是闲命太长了吗 对此星夜让大师姐放心 我只是做一个社会小实验 我是练师没有寿源可以哭 随后开始在大师姐面前嗅起了肌肉 表示吃了这丹药后身体更加强壮持久 这操作直接让大师姐惊呼沃淘 消耗寿源增加实力的丹药有很多的 你可以不用代价的使用真的太棒了 但是星夜接下来的操作又一次震惊了大师姐 大师姐话应当落下没到0.8秒的时间 就看见星夜正在狂炫一整平暴起来 这把大师姐气得上去就是一个大逼宝 你特么是不是疯了 就算没事也不能你这样炫他 你知道丹药是有耐药性的吗 然后操起双手就开始向星夜说脚 你要知道吃出耐药性后 当你真正遇到需要化解的危机时就该后悔了 但是就在大师姐睁开眼想看看自己的说脚成果时 眼前的景象又又又震惊到了他 大师姐睁开眼就看到星夜不但没有回感 这瓶子正在狂炫原来是因为系统的防尘迷 让当才星夜炫了一整瓶暴起单只加了三百多点造化点 最气的星夜大骂垃圾二手系统 该严谨的地方出版 不该严谨的时候又在叫沉 不过这点困难怎么可能难倒主角 在确认过阴煞珠可以恢复所有伤势后 星夜就开始在大师姐面前炫起了老头的所有家 直到造化点达到了8000点 还满意的倒了下去 星夜这操作将大师姐整个人都看上 感情我说的他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但是星夜也因为服用太多超负荷单药开始逐渐失去意识 当他再次睁开眼就看见大师姐已经给他坑都跑好 在晚醒一会坟头草都快比人高了 星夜一边起身一边吐掉嘴里的衣服 问大师姐这是在做什么 此时大师姐冰冷着脸看向星夜 你不是想自我了断吗 我帮你入土为安呀 星夜急忙表示我没有啊 而且你看到我睁眼了还往我脸上摇头 大师姐眼神凌厉的看着星夜 你吃那么多劲要不是找死是什么 这一个时程你的经脉是碎了长 长了碎 身体一会溶解一会结冰 简直比其换大板科还精彩 听了大师姐的描述星夜很庆幸自己晕过流 不然吓都被吓死了 不过我这衣服上面这么多洞是哪个干要搞出来的 这个大师姐傲娇的表示想给你放毒血 只不过没扎进去 对此星夜更愿意相信捅了这么多次大师姐是想给力 说到这里大师姐就感觉被冒犯了 半天前你让我吸 可是你就是这么遭见自己身体了 这时星夜用出江湖上的辽媚绝技摸头杀 表示对不起让师姐担心了 我保证不会有下死 星夜这操作将大师姐饶的瞬间面红耳赤 直接抡起手里的铁铲将星夜甩飞了8.88米 这个妹子是面对死亡都能从容应对的人间亲戚 但是今天却被刚认识不到一天的男人吓得花容失色 男人居然当着妹子的面将竟要像糖豆一样炫了起来 而且一炫就是几大瓶 却将妹子吓得立刻呼喊亚马胆 你这剂量都已经足够送走几百号人了 虽然男人只是昏睡了一个时辰就醒了过来 但是男人刚醒过来就被妹子用祖传铁锹甩飞了8.88米 他们想找死能不能换一个我看不到的女人 他们知道我这一个时辰是怎么过来的吗 我看着你的身体慢慢融化然后愈合然后再融化 被先飞的星夜为了让大师姐消气 立刻细经附体演了起来 趴在地上一个劲的喊疼 不过智商一百八的大师姐怎么可能被这种小子弄骗 你连颗几十瓶镜药都没事 这小小的铁锹怎么可能对你造成伤害 并警告星夜不管你有什么苦 总之以后不要再在我面前做这种事 随后便掏出顺衣服离开了这个空间 当星夜起身时只看见大师姐顺衣留下的残影 星夜现在才知道自己玩砸了 不过想想也对 虽然我有鹰煞猪可以无限复活 但是正常人看到药效发作的场景都会受不了 现在只希望不要给大师姐留下心理阴影 不过现在的当务之急可不是把妹 现在积分已经足够了 还是将这些妖单全部融合 之后再想办法让大师姐消气吧 人这时来到结界外面的大师姐虽然有点小脾气 但是仍然在打坐调息等待星夜玩世出来找自己 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大师姐不免担心了起来 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这家伙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但是大师姐立刻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家伙的身体那么古怪能出什么事情 也就在这时大师姐看到眼前的空间产生了剧烈的能量波动 随后便看见一个一米八的美男子出现在了眼前 0.01秒后 躲闪不及的两人直接撞了一个满怀 此时星夜只感觉面部的触感好柔软 红着脸问大师姐自己撞到了什么 而这时大师姐将身前的枕头堆到星夜脸上 告诉她这只是枕头 听到这话星夜立刻委屈了起来 其他男主这个时候撞到的都是肉 为什么到我这里就成了枕头 而这时大师姐一边收起枕头一边问星夜在里面做了什么 怎么搞出这么大动静 星夜拿出融合了144颗腰单的透明腰单 告诉大师姐自己也吓了一跳 因为融合这玩意空间壁都差点被这东西合成的能量波搞碎了 但是就在星夜掏出腰单的瞬间 整个山洞开始发生了剧烈震动 而山体的顶端更是汇聚出了强大的天洁雷云 正在跃跃欲试 这操作瞬间将处遍不惊的大师姐都吓得亚麻呆着 这是天道威压 但是怎么可能 而这时系统连忙告诉星夜大势不妙 宿主你合成这玩意引来的雷子 快将它放入系统空间 带到星夜收起透明腰单后 刚才乌云滚滚的云层立刻变得晴空万里 这操作再次将大师姐震惊了足足一整年 那是什么东西竟然被天道所不如 但是暗场里来说 天道威压不可能因为放进储物戒指就消失了才对 此时的星夜看见 正在捂着脸不停发抖的大师姐不禁好奇 她这是怎么了 大师姐表示你身上的秘密实在太多了 虽然我很想尊重你的个人隐私 但是这样忍下去实在太辛苦了 对此星夜只能笑嘻嘻地让大师姐再忍忍 现在有些事情不好解释 等到时机到了 我自然会对大师姐坦诚相见 就在星夜话音刚落下时 大师姐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有人来了 并大声恐吓让来人赶快出来 0.01秒后 笑面虎王灯就带着只穿了四分之三衣服的妹子走不出来 千云师妹原来你在这里啊 可算找到你了 洛晴师妹看到你一个人来了应变摩修的巢穴 担心你会出什么意外 但是又不敢一个人来 所以约我一起来看看 但是就在王灯话刚落下时 洛晴就掏出祖传48米大砍刀要踢了星夜 星夜看到这一幕都猛逼了 这门派的妹子都特么傻情狂 大师姐是没有丝毫求生欲 这妹子是一上来就要砍人 不过还好大师姐伸手敏捷 卖出一米八的大长腿 就踢飞了妹子的大宝剑 并护在星夜深前严肃地问洛晴你想做什么 洛晴告诉大师姐你身后的人是个淫贼 几个月前我的一个师姐被她骗才骗死 最后郁郁而终 妹子这话将星夜都整除自信 只能询问系统原主是个淫贼吗 但是系统表示绝对不合 几个月前我还在沉顺 前宿主还是练师 怎么对他劫才劫色 而且是王灯开始唱起了白脸 询问洛晴是不是认错人了 一再强调当事人是她的师姐 她是怎么确定眼前的人就是淫贼的 听了这话洛晴也是秒懂王灯的意义 立刻从空间戒指中掏出星夜的画像 表示这是她师姐临死前留下的 自己一直随身携带 为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替她报仇 看到眼前的画像星夜整个人都猛了 这策谋还真的是离离原上 我几个时辰前才倒腾出来的造型 她师姐哪里来的画像 星夜耗尽18年功德穿越到了修仙世界 本以为可以和修仙界的妹子 过上没修没臊的幸福生活 随之没到两天半的时间 男人就后悔了 感情这世界的妹子就没一个重体 是人间清醒的大师姐 只要遇到危险时预判自己没法活下去 就立刻掏出毒药想要自我了断 后世有大惩罚的小师妹 好不容易送走魔修劫后余生 居然因为这妹子一尸口 还差点暴露了自己的惊天大秘密 实际上好不容易出现一个装扮时髦的妹妹 可是见到星夜的第一眼 妹子就一口咬定星夜是几个月前 对她师姐骗财骗色的阴影 并掏出星夜的三寸白底画像作为凭证 看到画像的第一眼星夜脸都黑了 内心忍不住吐槽 这还真是离谱他妈给离谱开门离谱的点 先不说我几个月前还没有穿越的事 我这几个小时搞出来的骚气外形 她师姐哪里来的画像 完确是笑命 王灯也不着急暴露自己的真实目的 现在首要目标是挑拨两人的关系 询问大师姐和这人是什么关系 大师姐只是简单的说了朋友两个字 随后王灯又询问两人认识多久了 大师姐依然实事求是 回答五个时辰 这话一出星夜半边脸都黑了 大师姐你做人要不要这么实在 尽管大师姐这样回答 但她还是信心满满的愿意为星夜担保 此人绝对不是银贼 听了大师姐的话王灯也不着急 转身询问星夜是否有孪生兄弟 而星夜也很坦诚的告诉他没有 这话将系统都整不会了 宿主不也是实在人了 对此星夜说出了自己的见解 从画像的事不难看出对方明显是有备而来 现在大师姐为我做饱 这时候说谎反而解释不清楚 而这时王灯做出一副为难的样子 既然道友这样说 那我就搞不明白了 毕竟你和这画像上面的人是一模一样 不如这样吧 你随我们一起回宗门 在执法堂和洛晴当面对峙 这样我们也好还道友清白 听到这话 害怕星夜恋诗身份暴露的大师姐立刻过 而王灯则是一副大意凌然的模样 问大师姐这是为何 难道你要让你的朋友一生背负无名吗 大师姐摆出一副不服就干的架势表示说了不去就不去 而这时星夜让大师姐冷静 这件事情我来处理 并伸手让洛晴将手里的画拿过来给自己看看 得到王灯的允许后 星夜成功地拿到了画像 经过对自己盛世美颜8.88秒的欣赏 星夜立刻勃然大怒 个贱人 这画像分明是刚化的 墨水还没单 这画一出没见过世面的洛晴立刻就被捕捉了 不知道应该如何应对 但是这画可捕不住心思缜密的王灯 道友真会说小 这神势踏硬的画像何来墨进一说 眼见计谋失败星夜也是不慌 擦了擦自己口水表示自己倒错 这画像的人实在太帅了 一时没忍住口水流了上去 这画将洛晴后曹牙气得都快咬碎了 我特么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这时星夜也不耍小聪明了 表示和你们回去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得先问几个问题 你们青云宗可是当地有名的宗门 我若是真的劫财劫色 怎么可能留下活口 但这时洛晴不知是提前排练好的 还是突然智商上线 信心满满地指着星夜说道 我师姐修为比你高 你便用了名要这等下作手段 后来我师姐清醒极力反抗 才侥幸逃活 星夜继续追问你师姐什么修为 洛晴表示助击初期 这时开始星夜就彻底进入了自己的阶段 表示小妹妹还是太嫩了 对付助击我还用不着名要这种东西 这话就让王登来了兴趣 敢问道友是什么修为 星夜摇着花手告诉两人 自己的修为可是练气舞蹈 这话直接将对方干沉默了 大师兄我特么严重怀疑他在耍我们 小妹妹你又肤浅了不是 你不知道漫画主角都可以轻松实现越击秒杀的吗 虽然我只有练气的修为 但是区区助击修为我还真没放在眼 此话一出王登立刻站了出来 表示自己是助击大圆满 若道友三招之内不用法器能能让我受伤 那就证明道友真有你所说的实力 也能间接证明道友是清白的 如果不能那就请道友与我一起回宗门查警此事 听了这话星夜立刻面露难色 见到星夜的表情王登还以为是星夜害怕 星夜表示自己的确怕 不过我怕的是打伤了你清云棕会来找我麻烦 这话让王登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 感情我精心设计了一番就是为了这么一个愣头亲 不过为了保持人设不崩塌 还是让星夜放心出手 如果受伤那是我实力不及 怨不得他人 但是这时星夜却将手伸向王登问证明清白后我的精神损失费怎么算 虽然王登觉得胜利就在眼前 但还是谨言慎行的将洛婷打的情意 问星夜需要自己的师妹怎么补偿 而星夜开口就指向身后的大师姐 表示要大师姐做自己女朋友 听完这话大师姐立刻开始了热身运动 我突然觉得去一下执法堂很有必要 这下的星夜立刻呼喊求得麻袋 我开玩笑的 转头指向王登表示我要你身上所有的东西 但这时不知为何明明胜券在握的王登却锁了 一脸笑意地表示这是你和我师妹的矛盾 怎么又牵扯到我身上来了 但是星夜知道他们不怀好意也不想多废口舌 掏出一达顺一幅直逼王登心理防线 不答应我就让大师姐拖住你 然后我立刻用顺一幅逃跑 听到星夜的话洛晴三观都崩塌 感觉污蔑她是淫贼纯粹是多余了 这这么就是一活脱脱的无赖